近载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涨停板 而且今天有一个叫做 多头转件式的东西 要跟各位来做分享 等一下再跟各位来讲 在今天11点15分以前 出现一个摸平盘附近的动作 然后往上涨 这个是我独到的一个专家 叫做所谓多头转件式 各位可以等一下来跟我来分享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盘中的技术 但是在这个技术之前 我觉得有些话 我本来想写得再稍微有志气一点点 或再稍微更胸有成竹一点点 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 那么如果这个行情里面 三度的牛市背离已经发生了状况之下 甚至我就必须要这么说 在近期 在未来三天 甚至可能就是明天 各位注意 上涨或大涨以前 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是今天唯一有机会跟各位说的 因为很多朋友等到这个行情里面 真的涨上来300点500点 甚至我在晚一点跟各位说的时候 你真的又接了舱巴忘了痛了 这是我23年以来做分析师 最有最有的一个经验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来我想我先提醒大家 今年的行情正好让自己对自己的人生 自己所选择的老师 两件事情同时来做检验 因为往往人在最高点的时候 第一个是自己本身的一个特质 第二个是很多老师在高点的时候 不断给你鼓吹你 应该要赶快去买进某些股票 应该要去买进某一些股票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股票市场里面 很多人追高性质的一个现象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这个奇怪字幕打不出来 不管 总而言之 不管是长龙的234块 或是各位看到一万八千点 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到说 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高点去了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这里是不是第五波 或是我讲的甲衣丙丁物里面 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里面的 天干地支的物 这个物上面加个草字叫做茂 茂盛的意思 就是从一开始破甲而出到这边 已经是最茂盛的情况了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代表这个行情已经过热 而且太热的一个情形了 你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你是第一个兵 你从来忘记了你是最后一个兵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件事情 如果说这段时间里面 你所碰到的老师 你所碰到的抠讯 甚至你所看到的节目答案很简单 他从这一路上面 我发现很多朋友现在来找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从一万八千点一路叫他买 买到最后贷进都没有贷出 那些股票几乎用自己忘记来做形容 直接等到什么什么到期的然后就走人 然后到了一万五千四百点 又叫人家开始买又买 然后第二批我碰到是一万五千四 一五四七五 一五四七五这个地方 一万五千四百七十五点这个地方 又买买买买 说国安基金进来了没有问题 然后准备说这里又要开始大翻转了 台湾50也买什么高虎习也买 买了一大堆 结果咚咚咚咚掉到这边的时候 又说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又问了半天又没有消息 我先讲一件事我怕明天之后 如果明天三度背离 马上涨上去的情况之下 尤其今天的一个美国股市的盘后 已经先涨了 我怕如果到明天跟你讲你又忘记了 现在的投资朋友像这样的抠去 你一定要赶快把他舍弃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我不管你觉得他是谁 我不管你觉得是不是我 我认为你要找一个对的人 对的家族 第二个在这个前面给你喊多 然后在这个最低档的时候 又开始用力的给你喊空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空下去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 你在这个所谓的头部的地方 不管是物也好 解也好 在这个头部的地方 在那边拼老命喊多 我坦白说一件事情 这样收货源真的很简单 因为这个时候全市场没有看到坏消息 股票市场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 头部找不到坏消息 第二句话叫做什么 底部找不到好消息 所以今天你怎么看都是一些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 其实各位去想想看 去年从8523点开始涨的时候 从这里开始涨的时候 电脑是怎么呢 各位看一下 从这里开始涨的时候 从这里8523点开始涨的时候 你只有听到说哪里在封城 你只有听到说不好意思讲说 哪里有多少人死掉 哪里有多少产业没办法做 哪里有多少工厂停工 还记不记得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股票市场在坏消息 在底部你找不到好消息 但是到头部涨到18000 你真的找不到坏消息了 什么股票都可以买 什么航运股也可以买 什么电子股也可以买 通通可以买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从这个 电脑修好 我再跟各位来做说明好了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今年谁真的带你离开了 我说过这段时间里面 特别带你去做了 这个是怎么了 奇怪了 实在上了筋 好了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的现场节目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在这边跟各位讲说 请你要想办法跟我做什么 想办法跟我去做 所谓的整个一个航空股 航空那个2743的三副旅游 甚至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除了三副旅游以外还做了什么 观光股还做了什么 航空股等等 所以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今天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 你好好地去检验一下 这个行情里面 到底谁曾经在这一年里面 是正确地带你做行为的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我不是那个说今天到了低档的时候 那我还要想办法 催你去放空的那种人 我也不是在高档 要叫你去做多的那一型的 那你觉得我好 你可以来找我 但是我真的劝你一件事情 在这个高档第五波 拼老命叫你做多 反正他一辈子也都在做多了 这个也不用找 但是照这个高档叫你做多 甚至低档叫你放空的 甚至这个过程当中 曾经叫你买海运股 买一大堆股票做多喔 结果后来现在又突然进去放空的 我认为这个部分 你要好好地去想一下说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 反应的一个情况喔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各位来看一下 注意今天盘面上面来讲的话 一开始 今天开盘的时候又来了 所以我说过这一次 我们就不要当作有互盘了 我认为这次根本就跟互盘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还好这个按钮还正确啦 各位看到没有 终于今天我们台湾股市 跟上了南韩股市 只有今天喔 我们还差它很远喔 只有今天我们也是出现一个 所谓V型反转的一个现象 只有今天跟上去 那我认为今天的气势就不一样了 昨天完全跟不上 之前完全跟不上 等一下我们会跟你讲 所以今天这一根跟上的一个情况 甚至这个转件是跟上 很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 因为做股票最重要 你要找到一个分析师 他能够分析出每一天的一个 所谓的律动是不同的 会不会台湾股市今天有很多股票 跌不下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因为现在就当作没有互盘啦 因为有互盘的话 怎么可能比韩国股市 跟日本股市更弱呢 这是什么互盘的方式 我真的讲句实在话一点 随便找一个人互盘 也不可能互得比他们更弱啊 那我们会比他们更弱的原因 就当作没有互盘 但是各位注意到一件事 没有互盘的状况之下 今天我们终于跟韩国股市差不多 他们涨26点 我们涨158点 这个比较合理啦 不要他们涨 他们没有跌 我们跌150点 结果日本股市跌100点 我们跌400点 这实在是太 前几天这实在是太离谱的一个状况 但是各位啊 它再怎么离谱 那个指标基本上来讲的话 没有产生所谓新的符号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你最后要回来验证一下备离的指标 只有备离的指标是要看 其他真的不用看 那跌不下去的原因你看到没有 这个所谓2到3这个里面的备离呢 13899的备离啊 目前为止也还是一直维持住 就算它在那边上下左右上下左右 其实它的指标又停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 它的备离是停在这里的 所以它怎么样去保持住一个指标不动 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重要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假如这个一修正的时候 先修正回13899 因为这是所谓二度贝离的现象 然后呢 在会修正回一度贝离的时候 那么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可能就是往季仙这附近 14936靠拢了 你可以把数字写下来 我认为三度贝离既然已经产生了 再加上呢 来 躺着吃泡菜啊 真的必须要讲说 韩国今天已经超过了13899了 我没有再做新的图表 你自己看 韩国今天已经超过了 台股还在这里 我实在是有一点 不要说我们委屈 我们就只能说 我们可能里面有一些股票 那么这些股票也没有人要救它 然后就放了它一直往下跌 一直往下跌 但是到今天终于赶上韩国的盘中 代表这些没有人救 扔在地上的股票也扔不下去了 懂不懂我的意思 过去的几天我们都比韩国都比日本弱 但是今天没有了 所以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 而且各位看到没有 我昨天跟各位所提到的 那么费城半导体跟道琼来讲的话 道琼已经形成WD 果然这是前天的图 因为我不想改 那么昨天已经开始翻红 今天盘后又开始大涨 所以各位要特别留意 这种情形之下很可能道琼 尤其我认为说通货膨胀的话 美国应该是道琼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很可能美国股市今天就要开始来带动这整体的行情 如果美国股市涨上来 有没有人护盘都没有关系 反正护盘的人也是跟你讲说 你要自求 你要自己有风险意识 对不对 那么也不跟外资对坐对吧 好 那没有跟外资对坐的话 我们只能说顺着美国股市来看 所以以后所有的护盘叫做顺势护盘 观念没有错了 但是各位注意 所以你要找一个好的老师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 前一段时间里面 我也没有说催大家一定要找一个老师 或检验一个好的老师 像现在连 难道我要讲出来连护盘基金 你要检验一下他的绩效吗 各位知道这几天到底在杀什么 真的是在杀那个投信的 投信的股票那个什么创意 现在能不能打得出来 什么创意那些IC设计 什么3661的四星科一只一只在杀 其实跟我们投顾 或者跟我们这种家族一点关系都没有 最主要是杀投信 你有没有想过股票市场在厮杀的时候 本来投信跟这个 跟这个护盘比较接近 结果还不是自己 所以你真的要找一个好的 好的人来保护你 真的大家在抢饭吃的时候 没人要管你 我是说真的 组了现金卡位 我说过了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来一直跟你强调一件事 这一次美国跟中国大陆 吵起来的情况之下 第一件事情 其实我等一下会跟你讲 有些事情讲得很夸张的 有些是一定要进 你说连我们的国安局长 连台湾这个阵营的国安局长 去到泰国 相片都被你造出来 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 所以原则上包含了英国在内 各位知道吗 英国甚至欧美国家 很多的监控设施 全部都是用海康卫视 所以有人说中国大陆 看片了全世界所有的人 里面相关性质的资讯了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 为什么我们这次 从一开始我就跟你讲说 这次精锐你要特别留意 海康跌倒 台湾地下道不可以用了 当时的精锐只有88块半 我当时跟各位讲说 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数位部 为什么要找唐凤来做 这个数位部的部长 以前没听过台湾有数位部的 现在为什么要去成立 那么上一次的时候 各位还记不记得 为什么我跟各位讲精锐 这次为什么又跟各位讲精锐 上一次就是因为裴洛西 你还记不记得 他来台湾之后 结果台湾的火车站 竟然出现一堆在骂裴洛西的 我们政府没有做这个事情 我们一般人也不会去做这个事 中国大陆做的好事 如果中国大陆随时可以 把你火车站的站牌给改了 讲不好听一点 随时可能把我们股价也改了 随时可能把我们交通弄的大乱 请问一下那我们还怎么做 可是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老师跟你讲过这个事吗 没有吧 谁先带你 不是只有精锐四支停板 各位还记得吧 当时还有所谓的生态也有三支 天悦也有四支 还有生锐 但是这次我想先从精锐 先跟各位来做回来 所以这个是中美大战里面 是一定会碰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除了我们的台积电以外 那么精锐当然是各位 所要注意到安全监控 等一下我们继续再跟各位讲 注意资金集中主流 其实我们有很多股票 电脑是怎么了 其实有很多主流 资金集中 我们很多股票像友达他们 其实等一下我用电脑跟各位说 等一下修一下 基本上来说的话 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获胜的状态了 所以欢迎各位想尽办法 注意检验找一个好老师 而我在YT里面 我在LINE里面 还有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这一整年的一个作为 使得各位来做一个检验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二十四小时帮您解盘 RSI九大要领 击破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顾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罗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能够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这哪个 爱我做国民法官 我没有法律 一看着脆就想要睡 你怎么着 不用烦恼啦 国民法官虽然是 大家经验和看法 只要你自己参与 就是揪到国民法官 我告诉你 要认识就没问题啦 对啦 安啦 那你呢 要洗碗子吗 水洗碗 水洗碗 国民法官 希望您一起参与 OK 来 这个电脑已经修复了 那么我还是这么告诉 各位一件事 我觉得我今年最自豪的地方 就在这个大盘下跌的 过程当中呢 1月26号 我们今年过年以前 我说请你赶快 远离你的电子股吧 第一件事情呢 台积电这边有个 不是 连电这边有个大洞 这种缺口啊 缺口了 各位知道什么叫缺口 缺口就是上面的人全部套牢啦 所以缺口会变成大瀑布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叫你赶快不要买连电啊 叫你赶快干嘛 跑去做这个所谓三富旅游啊 跑去做这个长龙航空啊 当时长龙航空还是在飙涨了 而且过年玩的第一天 啪的直接掌灵板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我已经跟各位强调了很多次 这一次尤其在虎年 真正给你做到所谓像2743 我就直接讲2743的三富啦 如果三富是各位的一条活路的话 如果凤凰是各位的一条活路的话 那只有我带你去做到过 因为目前为止 我们也看到第二个老师 曾经说在底部就开始 请你进行三富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今年真的能够带你 逃出这个升天的就是我们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当然为什么要带各位去做三富 坦白说一件事情 我那个时候要带各位去做空啊 没几个人信啊 我不骗你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我这张图表 我不是随便画给大家的 12345中间还会有一个什么 还会有一个这种所谓 通货膨胀波啊 跟这个所谓的逆势波啊 跑去哪里的 刚才那个12345的啊 就会有一个所谓 从这里冒出来的 跟他完全逆势的股票啊 所以将来如果下跌 当然也有可能有逆势的股票 不过我这么形容一件事情 现在呢又回到 你看12345波都已经跌完了 我也是跟各位讲说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你去查 我都不怕你说了 当初我还跟各位讲说 2615的万海 这个万海请你想办法跟我放空 7月6号 7月6号是长龙出关的那天了 一空下来的时候空了14支停板 最后还又放空了一段 但是我这个人做人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希望说今天 我叫你在这边放空 然后这是对的吧 我叫你在这边放空 你会对不对 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太对 为什么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两天当中 那么几乎没有人在讲长龙的好话 结果反而是我在讲 所以当初 到底是哪个长龙阳明万海自救会的人 跑去写了一张什么检讨函 叫我要写一封信自我检讨的 现在你自己如果看到这个节目 或者你们这个什么长龙阳明万海自救 脸书自救会的人 现在黄老师是不是给你们证明 我才是真的帮助你们的人 我没有生气 只是你会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 有些朋友就是这样 跑去随便人家家里吃 我在网络上看过有一些负评 但是人家的店家很冤枉 所以下次如果你要做这种动作以前 麻烦你多想一想好不好 亲爱的同志朋友 还有发函来找我去写检讨函的长官 你现在终于知道我是冤枉的吧 那时候六月飞雪 是不是要这样形容 亲爱的朋友 但是现在我反过头还要鼓励你 我说假如你到现在还有长龙 或是你现在要准备买进长龙了 我倒是认为似乎应该有这个气氛 第一个长龙再怎么说 是你的老师以前在说多的那些老师 很用力的 以前在这个晚上九点说多的那些老师 现在暂时因为没节目不见了 他告诉你说长龙只要减吃之后 EPS164天哪138天哪今天140几 昨天还达到跌停板 我不晓得为什么某一家证券会突然之写这个报告 好就算那个某一家证券写的三分之一是对的 你64块钱的EPS 那么138块难道不合理吗 所以我常常讲说各位常常注意到一件事情 股票市场往往这张图片很伤好心 王老师怎样高点的时候看得太好低点的时候看得太坏 有人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今天下午的美国股市会上涨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你要特别留意一下下 最近再怎么说你去观察 我一直今年以来我一直在观察这件事 好你说为什么我知道说这行情要大跌 普丁要打乌克兰难道不会跌吗 石油也会大涨对不对 石油也会大涨石油也会大涨 石油一旦大涨的状况之下 各位还记不记得当时什么疯狂的骑货的孽 疯狂的骑货的铜有没有 那一打下去的时候那不得了的是 后来大家去制裁俄罗斯 那也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你既然制裁他你自己也不会好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跟你讲什么 我是空担全胜的 我是空担全胜的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那不然我们去做这个 这个最安全的 加州迪士尼与病毒共处了 那已经跌到不能再跌了 所以我们赶快去做观光股吧 各位看一下这真是 9月19号没有人戴口罩了 我们来看一下 9月19号在哪里股票市场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黄老师讲 其实你自己要培养一下你的观察点好吗 9月19号在这里 9月19号在这里 差两天长龙航就最高点 9月19号在这里 华航最高点 看清楚9月19号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 股票市场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趋势真的就在你的前面 只是你到底有没有去掌握而已 我真的我必须要讲一句话 至少在我的工作范围里面 我今年不可能说每一支股票都要大获全胜 但是确实在观光股上面 确实在今年的一个所谓的逃难的过程当中 我不但带你逃难 还顺便还捞了一些 可以这么形容 甚至生计股 我们当然现在还有一些 但是生计股从8月18号的时候 当时15475这个地方 我说不行了 这地方大牌已经不行了 赶快卖掉台积电 赶快卖掉什么 赶快卖掉台积电 赶快卖掉联发科 不然做一下好了 对不对 做一下生计股是不是 龚教市长你就是要会换 会换你才会赢 会换你才会赢 你先赢了 后面你就有本钱跟他 所以我今天一直跟你强调一件事情 今天其实为什么我也没跟你强调说 我有几支停板 其实金瑞六支的 友达也是大涨 友达也是大涨 我连图都不想做 各位看到没有 因为这样做一定是赚钱 不用讲了 对不对 3481的群创这样一定是赢 但是这个不用去讲 我想你也大概知道 但重点在这个地方 重点在说 好 你今天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请你记得一件事 一定要在选股之前 第一个看到他是有凭有据 从金瑞我追踪了多久 像这个未来的一个国安问题的股票 我也跟你讲说 资金要集中在主流上面 有凭有据 第二件事情 在今年的过程当中 如果真的去检验的话 我认为九成左右的分析师 可能都至少要道歉 至少要重来 至少要好好努力休息一下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那么下一次行情到的时候 记得两件事 第一个 行情不是各位想象那么简单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好老师 第二件事情 一定要好好检验他 这才是各位 你今天应该要做的事 大涨之前 天亮之前 你要先准备一下 你有沒有戴上墨镜 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事 跟上我们掌停 掌停再掌停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黄静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静哲肖向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RSI九大要领 击破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各位观众 以下都是正式拍摄 台湾足球选手 邱立扬挑战 绕过杯子 观点 想达人输求 节奠的重要性 就如有机会 绕过杯子 接下来是年近20岁 台湾已久过手 红不止 挑战不用手 随手 关灯 随手 关灯 王丁 大概一定要注意的选手 因为你阿妈变胸人 终于没过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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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